我們今年是兔仔年了 所以很多人應該對兔仔的常識 應該還停留在兩隻很大的門牙 懂得跳一下跳一下跳一下 很有趣 只是那麼膚淺 說我 OK 但真正你說要照顧一隻兔仔 有多繁瑣 有多麻煩 這件事真的不知道 所以今天我們就帶你 一起來到我們的養吐達人 如果在這裡好好地學習一下 還有我們都可以好好地和兔仔一起玩 我們之前在大師請指教 我們就了解了很多兔仔的常識 但真正看到那隻這麼有趣的時候 我們怎樣處理它呢? 其實我有點害怕 沒有害怕沒有害怕 一起去玩吧 Let's go 我自己都沒有做我自己的Grooming 我現在還要幫寵物做Grooming 不過兔仔做Grooming 其實有什麼特別的部分要注意 有什麼過程? 他要做什麼Grooming? 第一個步驟通常我們是會 我們是時候呢 要幫兔仔做Grooming 我不是剪你的頭髮 我是兔仔 我記住了 不用捉得很緊的嘛 不用捉得很緊的嘛 很乖 Hello 我很害怕的 Hello 你那隻很黑色 我的門沒那麼長的 第一步驟通常 我們要幫兔仔剪指甲 哈哈哈哈 好緊張啊 所以你把你的手放在前面 好 然後你把兔仔放在前面 然後放在你的身前面 四個腳在你身上 你會比較穩定 我轉不到手 哈哈哈 然後你的手 夾緊一點 把屁股夾緊一點 然後放在你的頭額 你的 jaw那裡 然後你將你的身上傾斜 然後放在你身上 然後放在你身上 剪完指甲之後呢 我們會清理你的臭囊 作為一個男人的眉 現在要幫你清理臭囊 原來呢 剛才有個臭囊 是幫你吸引一些乳性的 所以我們就弄試 那個Cotton Bud 給一些消毒水這樣 好 好 所以然後呢 STEP 3 梳毛 通常我們梳毛 我們就會 在打橫 OK 打橫 比起腳在你的大腿上高 之後呢 我們就會在屁股那裡梳起 嗯 OK 使用手撥一撥氣的毛 之後呢 我們就 一點一點 這樣 一層一層一層的 慢慢梳下去 嗯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一點點是OK的 沒有問題的 好 STEP 4 我們要清理兔子的耳朵 對啦 人呢 就會有什麼取義 我們這些 GDP人士 OK GDP人士 幫兔子清理耳朵 不要Rabbit會自己清理耳朵 他們會用後腳去挖耳朵 嗯 我想著呢 我就很有愛心啦 但是我STEP 1 不是剪指甲 是微剪指甲 就飄鬼了 其實是很難把兔子 就是 反轉再反轉 對啦 你當它巴黎鐵塔就可以了 不是 你要固定它一個位置 其實它又會很潑的 很難 其實這次 這個體驗呢 是有一個得著的 如果你真的要養寵物的話 其實你真的要有 除了是耐性之外 有愛心之外 你其實是一定要做足功課 所以呢 千萬不要衝動 在街邊看到兔子很有趣 那就賣了給大家 做完功課才養兔子 OK 尤其是小朋友 在這裡祝福大家 鋪梨裡面 火力萬分 Love you too